大陵煉油厂暗夜发生爆炸 高雄市长陈其迈在火警发生一小时后 就和副市长到场了解状况 针对这件事情高雄市政府包括劳工局 还有环保局 我们会给予最重的处罚 要求第三重油家庭脱流工厂全面停工 高市府对中油寄出重罚 还要求大陵厂区全面停工 只是厂内还在持续燃烧 厂外民众的火气也很大 受不了跟炼油厂当邻居 因为这已经不是大陵炼油厂首次出包 光是一年之内 这里就发生设备原件泄漏 燃烧塔违反操作 甚至还有冒黑烟 油气意味易散 短时间内就累积四次违规 不敢打热 不敢火热 你做什么驰骋啦 一场大火烧出大陵埔居民怒火 自救会成员到大陵厂外集结 说要长期抗争 国民党市长候选人科志恩也到场关切 诉求是要迁村 不过公安意外频传 自救会也抛出迁油厂这个选项 并决定搭棚架长期进驻 直到迁村为止 新闻综合报导